入门要站三年庄是行义拳练习过程中最大的误区 很多人太容易把错的东西当对的 其中的一个故事是 孙祿堂先生教一个叫齐公博的学生 在别的师兄弟们都在练习套路的过程中 孙祿堂先生只让齐公博站庄 但是三年过后 齐公博和其他的这些师兄弟们一搭手 一瞬间就能把对方发出去 于是很多人就拿着这个故事 作为一个励志的案例 教育大家入门要站三年庄 这里面的逻辑完全是混乱的 首先站在技术的角度 大家会知道 孙祿堂先生教其他人练套路 那练套路本身是和实战没有任何关系的 而站庄是一个功力性训练 练了三年之后练功力的 打不了练套路的 那才是见了鬼了 第二 齐公博是在孙祿堂先生的指导下 什么意思 以第一年来说 前半年站的三体式可能是这个样 后半年的三体式可能就加东西了 所以虽然是入门站三年庄 但是这三年之间 它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你练一辈子这种没有进阶的三体式 或者是混员庄 你也永远解决不了实战的问题 如果靠你自己领悟就能进步的话 大家早成高手了 要老师干嘛呢 而武术恰巧就是一个技术壁垒非常高的东西 过去你都需要拜师 才能学到里面的技术 所以包括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是 那我也有很多朋友 他迷信 站三年庄就能成高手 但是大批大批的例子 三年甚至五年过去了 在街头连动手都不敢动 你三年练个业余的拳击 你都能参加个比赛了 行一拳自古可是以实战著称啊 这个方向练下去就对了嘛 而且我们拳谱中也说过 动静结合 我们伟大的行一拳巨部 郭银生先生还专门说过 动中之静未知真静 静中之动未知真动 在诗区的武林这本书中 尚云祥先生也说过 动静有别 你不能只练静弓啊 那尚云祥就是稍微练 两三个月的装就开拳了呀 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关于动和静的学问 大家需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 方圆相生 我们详细的为大家解释了 练拳中静弓和动弓的关系 那装弓之中的真随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课程中讲的 身体的弧线 三角形 圆柱体 圆形 切线 杠杆 你只有一点点的把这些要点 往你的装弓中加 你的装才能和拳达成一致 所以具体这些要点 到底有什么样的原理 可以花59块钱 看一下下方的专栏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齐公伯先生 战三年装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所以值得孙路堂先生 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他 而你如果经历了 战装多年不出功夫 你是不是要反思一下 之前自己的练功方式 是不是不对 大家可以加屏幕下方的微信 学习一下这个课程